歡迎收看《無二動起來》 我愛動起來 我是林奕文 來關心的是洛杉磯天使隊的球星 大谷祥平 最近他傷勢連連 先是手指有韌帶撕裂傷 宣布投球關機 而今天也就是9月5號 天使對上巴爾蒂蒙精英的比賽 在賽前練打的時候 大谷又因為右側步步緊繃 只好退場休息了 還被天使隊移出了先發名單 而大谷的經紀人 今天也在他受傷之後 首度的露面 表示大谷手肘的傷勢 並不是先前開刀的地方 而是其他的位置 一波還會平息 一波又來清洗 天使球星大谷祥平 最近真的傷腦筋 先是右手肘韌帶撕裂 被迫投球關機 今天在前練打的畫面 又讓球迷更擔心 Otani在練打回棒時 突然緊急收棒 隨後整個人就跳出了打擊區 看起來不太對勁 接著回去撿起球棒 就一路低著頭走回休息區 天使球團表示 大谷因為右腹斜機緊繃 所以把他移出了對上精英的先發名單 接連傳出受傷消息 大家都很擔心 Otani的二刀流人聲能否延適 而大谷的經紀人也在受傷後 首度露面解答 經紀人Nesbolello表示 大谷在2018年動TJ致患手術的韌帶 目前都沒有問題 這次受傷的地方是在其他位置 並且認為這對大谷來說是個好消息 那到底後續該怎麼治療還在討論 希望能讓Otani好好恢復 重回頭手球展現招牌二刀流 華視新聞 潘建任 展皇報導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